到嘉義這間知名的平家壽司店來用餐 到了二樓抬頭看到幾項讓他訝異 因為用餐區的正上方 一蹴又一蹴的水子發毛臂癌 看了好不舒服 秀出當天拍下來的狀況 嘉義這間平家壽司的二樓空間 採光良好的窗邊 冷氣機旁明顯的大片臂癌 黑字沿著牆角蔓延開來 而有大桌子的用餐區天花瓣 發毛斑駁 消費者質疑這個環境 適合在這邊吃東西嗎 他po文反應 網友還回應說漏水就糟糕了 實際來到壽司店 原本發毛斑駁的牆壁 已經重新本刷 業者解釋 老舊房子漏水才會導致臂癌 過去沒有人特別反應 這一次消費者當面給建議之後 馬上處理 嘉義這間壽司店當地人氣很高 豆皮壽司飽滿 份量不少這是基本款 另外還有限量的蘋果小卷壽司 Q彈小卷包著特條美乃滋和蘋果 清爽滋味獲得好評 便宜然後它的種類選擇也滿多的 差不多長這樣 但是我剛吃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驚豔是他們的厚 他們肉會比較厚 店內的價目標每樣都在200元以下 位在嘉義體育館旁的壽司店 是在地人或是美食家的推薦名單 只是美食再好吃 周遭環境牆壁長眉 難免影響消費者的食欲 業者緊急粉刷補救 希望挽回消費者信心 三地新聞六國熊 學人洪志榮綜合報導